大家好,我是夏妈 今天分享一个简单又快速的早餐饼 普通面粉300克 里面加入一勺盐 用冷水150毫升搅拌成面絮状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揉成面团 这里大概揉5分钟就可以了 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 盖上保鲜膜醒20分钟 饧好的面团稍微按扁一下 用刀分成5分 用擀面杖敲打一下 擀薄擀长 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防止粘粘 再分段用刀切成细条 撑长 像这个样子 用这个方法呢 每个层次都非常的好 不需要用到油酥 再给它卷起来 稍微压到底下 再干上保鲜膜松弛10分钟 再给它擀成薄饼 多做一点 放到冰箱冷冻 随吃随拿 非常的方便 撒一点白芝麻 葱花 擀一下压紧 煎饼趁预热 放入面饼 盖上盖子 大火焖一分钟 给它翻面 这里煎饼的时候 油多一点 煎出来的口感 会非常的脆爽 也可以不用油直接烙 这样的话呢 颜色会比较白 而且也更加健康 底下这个呢 是用油煎出来的 口感呢会比较酥脆 就像油饼一样 没有用油的话呢 烙出来就像这种 比较白一点 柔软 口感呢也非常的劲道 可以用来卷菜 比手抓饼呢 要简单很多 不需要用到油酥 喜欢呢 大家可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sequel